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可能不相信晃晃以前演过白雪公主啊 对对对 确实 但我们演的是漫才 对对对 如果说王子的话 你想要谁演 王子我想想 应该 不用说了 我们刚才后台看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 有吗 有啊 说到帅哥把我推出来了 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呢 各位说说自称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啊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不会发现的就是我吧 大沫老师 我说的不是你啊 应该是上博主何广志啊 而且我听说广志接了个私活 我来这儿当个演员 他来这儿当演员 他来这儿当演员 他跟谁拍电影啊 胡导要不要带我们一起冒写啊 但胡导是同意了 我看看我的档期吧 好吧 你还要看档期吗现在 谁会找你拍啊 这都不知道 前段时间詹姆斯卡梅隆 不是喊我去阿凡达兔了吗 阿凡达兔 阿凡达兔要拍什么 拍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里边只有绿洲 没有沙漠 好冷 别说了 我觉得这个舞台不大喜欢喜剧 没事 这又不是易小青的喜剧 但你不得不说 这个舞台 你孩子得拍爱情 你说拍爱情呀 聊一聊关于爱情的一些事啊 最想感谢的就是我女朋友嘛 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说一句 刘彪玉结婚嘛 这不是我们前段时间 最火的自编自导自演的 爱情剧男主角梅威嘛 咱们准备还去嘎那拿棕榈奖了 你等会儿吧 你等会儿 我们干点正事 走吧 我们离嘎那远点好吧 大家见笑了 我们几个特务学员 给你们表演了一段 失败的群口相声 其实你们看到我们几个 就应该知道 这个颁奖典礼 真的不是什么正经的颁奖典礼 好吧 我真的非常荣幸 因为如果成为一个颁奖嘉宾 就很荣幸了 所以我带来了一份颁奖感言 大家好 我是杨摩恩 作为一个特务秀演员 来到这里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个节目第一期一开始 喜剧大师易小星 就像我们展现了 在专业的投资人面前 玩弄幽默 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我原来看电影啊 就只在乎什么剧情 画面配乐 这些肤浅的东西 现在我看各位导演的短片 我不禁还会思考一个 很深刻的问题 投资人的钱让你们花哪儿去了 拍几头牛要花七十万呀 这个拍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冒险的故事 接下来这个奖项呢 就叫做最佳冒险奖 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些胆大的导演 获得了提名呢 请看VCR 最佳冒险奖 入围的有 朋友轮 你信任我 想陪我一起冒险吗 一起冒险 看着蓬蓬导演真诚的大眼睛 原本以为这是一场 你浓我浓的创作大冒险 可到了现场 接戏了吗 演员在来未必那样情绪呢 从来戏的不正拍的呀 今天前半要走 还有赶飞机 你看现在已经六点了 还有十场戏呀 如果不行 就可能你们要换演员了 就这样 女主角的冒险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蓬蓬导演的冒险 也就此结束了吗 不 蓬蓬导演的冒险之旅 才刚刚开始呢 我没有拍完 我自己认得零分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明天也不要见观众 我接受 就这样第一轮投资金额最大的短片 没了 好嘞 投资人陈思成 因为他的冒险血本无归 坐上了木椅子 你看我们这都低调啊 切环保 他就是把冒险挂在嘴边的朋友轮 想陪我一起冒险吗 易小兴 第一个 他每次出场都散发着射牛的光 冲锋陷阵 永远冲在第一个 当个拍头兵给他踩踩踩 易小兴 他用打头阵的架势 营造出一个又一个尴尬 或更尴尬的抠角场面 那个 我第一次跟投资人做这么远 我感觉跟你们的距离好远啊 最终 有冒着被逼疯的危险 成功证明了自己是黑色幽默本末 我这个秒杀其他导演 就拍了一个特别烂的东西我跟你说 跟毛猫虫和狗和猫人声声声导演 不好意思直接说你拍的烂 缺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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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几年从来没有拍过一个 一丁点喜剧元素都没有的片子 从来没有拍过 一小新导演 二百四十一万成为第三轮的造化 你看把一个喜剧导演逼到最后 不敢再拍喜剧了 你成为了黑色幽默本末 这个事情很好笑 哈哈哈 王洛丹 她喜欢自由 兴趣涉猎广泛 这次要来挑战当导演 过了吗 你 你 她 对电影行业充满敬畏 以小白的姿态 一步一步学习变成导演 意料之中 一路上少不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争议 我觉得你的这些遗言的电话 信息量很低很低 没有完成叙事的这样一个目的 你真正的遗言啊 摆那摆是假的 一分是一个起点 我希望把这个变成另外一种动力 好 来 再把一个 但导演王洛丹有自己对作品的坚持 卫调 卫调两个 带一两步就可以转身了 低头看她手上拿的东西 然后一拍眼 你可以有回头 但是别停 都挺好的 但是不要看那么久 在对面吧 对头明色 好 你这个故事很公正 很完整 讲得都挺好 跟你上次的那部作品来比 差异很大是吧 对 进步是非常先而易见的 就能看得到她整个作为导演 这样的一个控制力更成熟了 每个人每个角色的人物 那种生活的气息全都拍出来了 开拍吧 导演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三轮短片 每轮风格都不一样 由文艺科幻风 到惊悚都市风 再到温馨亲情风 跳出舒适圈冒着跨界的风险 再苦也要在新领域展翅前行 继续加油吧 星际导演 首先我们先说一句朋友轮导演 他是三位候选人中 唯一一个真正的认真在冒险的人 还大胆地邀请女演员说 你想跟我一起冒险吗 最后女演员也表示 真的好险呀 差点没赶上离开的飞机 还有易小星导演 易小星老师是节目中 唯一一个会点评影评人 点评的导演 冒天下影评人之大不为 作为喜剧导演呢 前两轮认认真真地拍喜剧 差评一片 第三轮拍了个惊悚片 一片叫好 易老师可能不是不懂电影 他只是不懂幽默 最后我们王洛丹导演 其实别的演员转型当导演 通常是直接展示自己的作品 洛丹姐则是展示了自己的学习过程 当导演从学喊咖开始 真是从头学呀 他一向都是开玩笑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最终奖项的获奖人是谁呢 获得最佳冒险奖的是 恭喜王洛丹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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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有人搬啊 自己拿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挺胆大包天的 然后 就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我接到了这个节目的邀约 然后真的是从零开始一张白纸 然后一点点地去 从心地认知导演这个领域 我觉得这次整个过程对我来说 让我对于电影这件事情更有敬畏心了 我也挺感谢节目组的 然后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感谢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 然后也感谢电影让我们相遇 让如此平凡的我可以在电影的世界里 愉快地度过此生 还要感谢所有喜爱电影的观众 然后是因为你们才坚定了我们 能够给你们奉献更好作品的 这样的一个初衷和初心 谢谢你们 谢谢洛丹 其实这么稍微一总结 六位青年导演 洛丹得了一个奖 实质名贵 多冒险 绿灯会都觉得害怕 所以王洛丹导演是三支短片 和三位投资人合作的 因为哪个人合作完了之后 可能都觉得太冒险 不是 这位老师没这么觉得 没事 没事